你看過《後翼氣兵》了嗎? 上個禮拜,這部 Netflix 的影集 衝上台灣排行榜的第一名 國外影評網站爛番茄開出新鮮度 100% IMDB 8.9 分 就連恐怖小說大師史蒂芬金 都在推特發文,盛讚它是年度最佳的影集 這部影集究竟有什麼魅力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後翼氣兵》吧! 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最近 Netflix 新推出的影集《後翼氣兵》 講述的是一名天才少女的故事 雖然西洋期對台灣的觀眾來說 算是比較陌生的題材 但影集才推出兩週 就吸引到非常多的台灣觀眾觀看 而且評價普遍很高 有人說,它的故事看起來像是女版的麒麟王 也有許多的影評 把焦點放在女主角獨自闖蕩 以男性居多的職業西洋期間 因此說,這是一部很有女性主義概念的故事 但真的是這樣子嗎? 這部影集跟女性主義的關係是什麼呢? 它又真的完全沒有負評嗎? 在正式進入到今天的影片前 我們想要先預告一下 今天我們會先講到一點點的故事劇情 也就是說會有輕度的爆雷 如果你完全不想被爆雷的話 可以先按下暫停,看完影集之後再回來喔! 好的,那首先我們還不免俗的 要先來一段公章廣告的時間! 你喜歡玩桌遊嗎? 這幾年玩桌遊變成一種很流行的休閒娛樂活動 除了玩各種適合同歡的派對遊戲 也有不少玩家喜歡玩輕中度的策略遊戲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策略遊戲的規則很複雜,學起來很花時間 初學者可能難以上手 不過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這款戰國總裁 主打的就是一款適合新手接觸的策略遊戲 推出這款遊戲的硬盒子桌遊 過去標榜的桌遊風格就是畫風精緻 簡單易學,卻富有深度跟變化 讓想要輕鬆玩的初學者 或者是熟悉策略遊戲的玩家 都有能夠體驗玩遊戲的樂趣 而這款遊戲的背景是大家都很常聽到的 《日本戰國時代》 不過在這款遊戲的戰國裡面 武力並不是統一天下的關鍵 經濟力才是 在遊戲中,玩家可以扮演幾個知名的戰國大名 像是支聯信長、德尊家康、風城秀吉、武田信玄、上山千姓 也可以派遣像是服務絆葬、竹中半兵衛、明智光秀 這些耳熟能響的武漿 而遊戲的玩法則是運用每個大名不同的專屬能力 並透過戰地築城、收購名物、經營人脈、南蠻貿易的這些方式 來讓玩家打造出自己心目中最佳的戰國經濟策略 靠著經濟力以及金錢的力量統一天下贏得勝利 目前,這款桌遊的募資活動 正在嘖嘖這個平台上進行,預計到今年底截止 除了現在募資期間的早鳥優惠以外 這次硬核桌遊還將之前已經絕版的陰陽白月台重新再版 並在募資期間跟戰國總裁組成優惠同口包來販售 讓玩家可以一次體驗兩個不同時代的日本歷史文化 那對這兩款桌遊有興趣的觀眾 就再請參考看看我們資訊欄的募資連結跟說明囉! 《後遺七兵》這部影集 是由華特特維斯的同名小說所改編的 劇情講述女主角貝斯 小時候因為一場車禍失去母親,被送到孤兒院安置 而他在孤兒院裡面,學會了下西洋棋 並迅速地展現出了他的天賦 外界紛紛稱呼他為天才兒童 而貝斯也隨著他的成長,一步一步爭戰四方 踏上職業西洋棋士的道路 而劇名《後遺七兵》是一種西洋棋開舉的方式 藉由犧牲皇后前面兵來取得優勢 當然,這個劇名其實也是在暗示貝斯的一生 呼應他從一個孤兒棄子 一路努力到成為其後的故事 而後遺七兵的故事設定在1950-1960年代的美國 在當時的社會氣氛下,其實女性多半還是被期待要顧家 而男性的任務就是要負擔家庭的經濟支柱 而女主角要進入以男性為主的西洋棋界 成為少數的女性職業西洋棋士 中間勢必會遭受到來自很多不同層面 各式各樣的挑戰 因此,許多的影評都會聚焦在這個部分 認為這是一部強調女性的視角 女性主義意味濃厚的影集 不過,為了要讓大家更好地進入影集的時代背景 我們或許會需要先來看看 1950-1960年代的美國社會 貝斯出生的195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戰才剛結束不久 在戰爭進行的時候 因為很多很多的男生都上戰場了 所以很多原本的工作 都開始需要由女性來接手 他們是穩住內需跟後勤的重要力量 而這個狀況不只在歐洲有,美國也同樣是這樣子 當戰爭結束之後,社會風氣普遍覺得 男人從戰場回來了 女人應該可以再度從職場回歸家庭 換句話說,社會對女性的期待 其實還是停留在原本的舊社會秩序 認為女性的任務就是要當好一個家庭主婦 扮演好妻子或母親就好 當時只有1.2%的女性就讀大學 但是在戰爭的期間 美國女性開始接替男性的工作 讓他們漸漸體認到說 我們女生確實也是很有工作能力的 我們可以賺錢養家、養自己 也可以在職場上展現自己的價值 而這個時候,如果要他們回歸家庭 就等於是要他們放棄了自己的工作或是夢想 於是到了1960年代,追求各種平等的運動 包含了像是女性主義、黑人民權等等的運動 相繼興起,而整個美國社會 開始對過去既有的一些社會風氣或觀念產生反省 比如說在影集裡面 貝斯小時候一開始接觸西洋期的時候 就有說女生是不玩棋的 而隨著她越長越大 我們除了看到她拿到越來越多的冠軍 也看到整個社會風氣跟她小時候 相比其實也變得越來越不一樣 那話說回來 拍攝這樣的影集,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要想辦法去還原那個年代的服裝跟場景 以及不同角色的遭遇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看 這部影集是怎麼還原那個年代的各種大小人物的 而這部影集,除了從主角貝斯看到女性自主的精神之外 另外一個受到好評的看點 就是她們對每一個角色的刻畫都很細膩 在這邊,我們會將這些角色分成三種人 分別是 1.受到時代束縛 2.隨著時代開放 以及3.開拓時代的人 那第一種被時代束縛的 其實還是大多數的女性角色 她們或許原本有夢想也有成就 但在結婚生了小孩之後 因為社會的期待,她們只好中斷自己原本喜歡的事情 回歸家庭主婦 但家庭的壓力,也讓她們陷入酗酒和藥物濫用的問題 而第二種是,隨著時代開放的人 這其實是劇中大部分的男性角色 比如說許多曾經跟貝斯比賽的職業騎士 一開始,她們可能是因為性別或是年紀而看清貝斯 但是當她們見識到貝斯驚人的天賦和實力之後 不僅非常尊敬她,甚至成為她的粉絲 發自內應期待,幫助貝斯能有更好的發展 而至於第三種,則是開拓時代的人 貝斯當然是屬於這一類的人 當很多人關注到她的性別,甚至挑釁她的時候 她都非常做自己,甚至幽默地回應說 我沒有猴傑的負擔,下棋更容易 那除了貝斯之外,她在孤兒院的一個好朋友 在第一次跟貝奇見面的時候就說 自己因為膚色的關係,根本不可能被靈養 但當她長大以後,受到黑人名權運動的影響 她開始認知到自己的人生,其實可能有很多的可能 所以她開始力爭上游,開啟了寂然不同的人生 總而言之,這部影集當中 每個角色都有不同的個性 而她們在面對問題的時候 又因為不同的選擇,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我們也可以從她們身上的遭遇 看到這一段由保守逐漸走向開放的時代 那當然一部影集作品,不可能完全沒有批評 所以接著我們就要來看看比較不一樣的聲音 有些人認為,這個劇情實在是太過美化了 裡面的主角角色,全部都是好人,太扯了吧 怎麼可能呢?怎麼可能每個人被打敗之後 都反過來變成主角的粉絲 甚至幫主角的比賽想策略呢? 完全都沒有人輸起耶,乾爛捏 這根本是很不符合現實社會啊 還有人則是認為,這個劇情根本就是太強調女性視角 太政治正確了,感覺說教的意味太濃厚 看了很不討喜 另外也有一些評論認為,如果這部影集 是想要講女生很厲害,可以自立自強 但貝斯成長的過程當中 也是還是不斷的靠著男性才能學習到東西 那這跟女性主義所強調的自主性 好像也有些矛盾 所以持這種論點的人就會表示 嗯...看不出來這部到底哪裡女性主義 或是看不出來這個影集到底有哪裡厲害 老實說,我們團隊本來有點太忙了 沒有注意到的這部影集 直到他衝上第一名之後,才揪著一起耳部 結果這部影集真的就像很多人說的那樣,啊!就很順啊! 然後劇情緊湊看下去,就會接著 忍不住想讓人一集一集的看下去 而且他的服裝、場景、運氣其實都非常厲害 很有電影規格的感覺 而且光是看女主角、氣質優雅又美美的大廈四方 就覺得非常痛快 而更重要的地方,是我們覺得他企圖 從各個角色身上,去還原那個年代的氛圍 社會是怎麼影響個人,而個人又是怎麼引領社會 看了真的是會讓人覺得非常感動 尤其這個劇情的主軸,雖然是在講貝斯 這位天生不幸的小女孩 很有自信的照著自己的想法 還有意念一步一步的走向巔峰 不斷強調女性也可以很有成就 但我們特別喜歡的,是他對於下棋和人生的隱喻 以及處理男性對手的方式 那個時代的世界,性別不是平等的 但在棋盤上面的世界,只有黑子跟白子的差別 沒有不平等的性別 比賽開始前,大家看到的 貝斯多半是一個女性的棋手 比賽結束之後,大家看到的是一個天才棋手 而他們輸了之後,都很有程度地去承認說 自己的既不如人 還願意幫助貝斯成為他的軍事團 當然,我們自己也覺得說 這個劇情可能有點太過完美了 也不一定完全符合女性主義的概念 但我們認為,這個故事最感人的地方 是角色們都一起不斷地在成長 貝斯想要什麼,就有想盡方法用自己去爭取 完全沒有畏懼與框架,這是他對於自主性的展現 他有他的缺點,他有他的挫折 但他也不斷地學習,不斷地努力 而同樣的,輸給他的人 也是不斷地學習,不斷地調整 他們輸了之後,會承認自己的不足 調整自己的想法,願意撕掉 自己原本身上對於刻板印象的標籤 而這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這部影集當中,我們被激勵最大的 並不是女性自主、女性打背男性 或是誰貶低了誰 而是主要角色們都願意撕掉標籤 真心誠意地去認識貝斯 看到他的才華,並且跟著他一起跳的框架 一起前進,甚至是迎向新時代的氣氛 好的,那雖然我們好像爆了一爆雷 而且我們也沒有收到Netflix業配的錢 但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作品 真的都很推薦,大家可以去看看這部影集喔! 那麼,今天的最後想要問問大家的是 如果你是那些輸給貝斯的人,你會如何呢? A. 跟大部分的人一樣,成為他的粉絲 甚至給他幫助 B. 不服輸,努力練習,想辦法打敗他 C. 跟他合照 8. 我上電視了,我見證天才的誕生時刻 滴其他,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 《後遺騎兵的看點在哪裡》! 此外,可以點這個地方 看看《艾蜜莉在巴黎》 以及《花木蘭為什麼可以惹怒全世界》的相關討論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掰比!